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此时的这个轨迹呢是呈现一个粉色的状态 在我们之前也提高过 当任何物体呈现出粉色的状态下的时候呢 它很可能就是丢失了材质 这里呢显示的是没有材质 所以呢我们要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因为这里呢是一个特效组件 所以我们的材质呢 它的shader必须是particle shader 这样呢才能在我们的效果当中呢正确的被渲染出来 例如这里我们的粒子效果呢就被显现出来了 在我们这个trial的属性组件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两项是类似于其他物体一样的 是否接收与生成shadow阴影 底下的呢 Use light pulse 是否使用灯光探测器 这个灯光探测器呢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在底下的time呢是我们这个轨迹所持续的时间 我们将它调低 此时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轨迹呢 就很快的就会消失 star width以及end width则是设定它们宽度 color则是整个过程当中的颜色 minimal vertex distance 通过它呢我们可以来设置拖尾锚点的一个最小的距离 越小呢它的更新频率越快 也就是效果会越好 越大呢它的更新频率会越慢 例如这里我将它的值设成大一点的1 然后将它的持续时间呢也设长 可以看到在屏幕中呢有一种卡顿的一个效果 而如果我将这个值调低呢 这种卡顿的效果呢就会消失 整个轨迹呢也会变化的更加自然 当然呢它也会提高系统所消耗的一些配置 利用这个组件呢 我们可以轻松的实现一些简单的拖尾效果在我们的项目中 底下的是line render 当我们创建好它之后呢可以看到 它仍然是一个粉色的方式的显示 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粒子材质 这个line render顾名思义就是画线 我们可以通过设不同的顶点 例如将它设为四个点 我们可以通过右方这个position呢 来为我们 整个的line render确定四个起始点 四个转折点 分别包括了起始的零点 然后中间的后面的四个点画出一条曲线 这里呢我们还回归于1 然后呢我们可以将它设长一点 此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长的线段 我们可以修改它的宽度 以及颜色 通过这个line render呢 我们以后可以很方便的加一些非常简单的效果 或者实现一些 诸如激光之类的简单的效果 好 在他们的下面呢是Lens Player 在我们上一个课程提到过 我们可以通过Create 来创建一个Lens Player的资源文件 并对它进行编辑 当然我们也可以导入一个Unity系统 我们自带的一个Lens Player包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这个Lens Player 拖到这里 然后整个镜头呢就会产生一个镜头的光映效果 通过修改Bright Bright那些值 我们可以修改它的亮度 颜色 以及忽略的层等等 非常的简单 好 接下来是 Hello 光运 它呢就可以在这个设定的范围里呢 增加一些个类似于灰尘之类的一些个光运的效果 非常的简单 再接下来是Projector 投影器 这里呢我们将它的前方 加上一个档板 将它放大 此时呢我们将我们的这个Project呢 添加上材质 可以看到它就有点像类似于投影仪的感觉 将材质影像 打到前方的物体上 利用它呢 我们可以在后期来实现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简单的灯光 或者跟随角色的一个简单的阴影等等 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定它这个照射的这个曲直范围 以及角度 当我们出了这个范围和角度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打上的这个景象呢 将不会被显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为它设定ignore layer 忽略层 非常的简单 在底下呢 是Legacy Particles 在Unity 3.5之前呢 所有的粒子效果呢 是通过这几个组件来完成的 由于我们新版本的粒子效果呢 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看一下官方的API 好 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rending 之前的effect呢 可以理解为一些个在场景内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render呢 则代表了如何将这些效果 渲染在我们的摄像机 也就是我们的屏幕上 这里呢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camera组件 这里的所有内容呢 我们都可以将它 放到类似于我们这个maincamera 这个组件下方 来实现我们的渲染 所以呢这里呢 我就拿这个camera作为举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mera组件 之前可能我讲解过 它呢就是将我们摄像机 所捕捉到范围内的所有景象 打到我们的game窗口屏幕下 或者也可以通过target texture 打到render texture里 这里呢我就不再重复了 不过值得说的是 在clear flag里我们曾经看到过这四个选项 其中solid color和skybox 在目前来讲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game窗口是一样的颜色 不过当我们选中的clear flag是skybox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rendering 在camera下方的第二个选项skybox 来为我们整个的场景呢 添加一个天空的天空盒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 我们已经导入的unity自带的天空盒 然后将它呢 将它们中的其中一个呢 拖入到我们的彩制里 此时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像机呢 就可以捕捉到整个 我们的摄像机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天空的一个近似的一个远处的一个效果 好在它的底下呢 是flare layer 也是这里 在我们的这里可以看到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如果在我们场景中添加一个effect lens flare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flare layer 以近似于camera的形式呢 捕捉到这个flare的这个效果 然后将它呢一起打到屏幕上 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gooie layer 它的效果呢也是如此 当我们的场景中存在一个gooie的组件的时候 例如gooie texture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gooie组件 来接收这个gooie texture 所提供的一个这个信息 接下来 在我们这个camera组件的下方 是一个audio listener 它呢就可以监听我们场景中的声音源 例如我这里呢 添加一个audio source 此时呢 当我们场景中有一个声音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声音源放到这里 在场景中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呢 我们这个audio source可以看到这上面写明的是3D sound 3D声音 我们可以在自然编辑菜单中呢 将它切换是否为3D声音 当我们这个声音是3D声音的时候呢 它就会参与到我们整个系统的渲染 如果我们的listener 也就是我们的摄像机 离它距离较远的时候呢 我们就将听不到这个声音 而距离较近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就会变大 而当我们的声音是2D声音的时候呢 无论我们的摄像机在哪个位置 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呢 都会是同样的状态 这里呢 我们在实际项目中呢 也会遇到这个情况 所以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关于camera组件 我们经常所用到的一些个内容呢 差不多就是这些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rending其他部分的内容 好 接下来在它们的下方是light组件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所创建的 各类灯光物体的组件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选择我们的光照类型 spot,directional,point,以及airlight 这里呢 我就不再重复了 下方呢 是light pop group 灯光参测器 它呢 就是用来解决我们在场景烘培当中 动态物体无法被烘培的一个工具 这里呢 我们可以add pops 增加一个探针 然后呢 我们可以复制出来 然后duplicate 复制探针 这些个探针呢 会检测探针所在位置 各个方向打来的各种光照 在这个点中所呈现的强度 当以后有动态物体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例如我们的capsule collider 在这两条线之间 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在场景烘培之后 将我们的灯光探测器呢 也算入在里面 这里呢 我们在我们的动态物体的下方呢 要勾选上我们的light props 例如这里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plan 创建几个cube 加一个area light 改变它的颜色 将它们设为static 烘培 好 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capsule collider 即使是一个动态的物体呢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区域当中呢 获得了一个相应的烘培灯光 当我们把它去掉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它就呢 就不会受到我们烘培灯光的影响 好 再底下的呢 是occlusion area和occlusion portal 分别代表了遮挡剔除的区域 以及遮挡剔除入口 这两个效果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通过它呢 我们可以决定 摄像机如果进入这个区域呢 是否会开启我们的遮挡剔除效果 而我们具体的使用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专题课程中呢 将会看到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做演示了 好 在后面呢 led group lod group 细节的级别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自定义 我们整个场景中 贴图在不同距离 所看到的一个 细节简化的一个分级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这里也不再做演示了 后面的rendering渲染内容呢 都是sprite render GUI text 和GUI text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呢 也都进行过了讲解 这里呢 我就不再重复了 有关效果方面的组件呢 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 而在我们的inspector窗口里呢 我们还可以创建 很多其他的自定义内容 在我们后期的项目当中呢 这些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会逐步的遇到 到时候大家可以通过实际的例子 来获得一些更直观的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脚本组件 其实基础课程的内容呢 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 可能大家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未提及到script脚本 也从未开启任何的实战项目 这里呢 在基础课程中最后 我来向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什么是Unity中的脚本 其实在我们之前课程中 所提到的所有Unity 所提供的功能与组件 它们在我们实际游戏过程开发当中呢 都好比做我们整个人体的各个器官 它们在我们开发游戏过程当中呢 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例如物理引擎好比我们的心脏 动画系统好比我们的四肢 渲染和特效呢 好比我们的皮肤 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脚本呢 这正是好比我们整个人体中的大脑 在一款游戏当中 一个脚本 是决定整个游戏的整体逻辑的 最重要的内容 包括它的游戏的玩法 游戏的各个功能 都是由脚本文件所组织 拼接在一起的 可以说游戏代码的好坏呢 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项目的质量 在我们之前所讲解的所有的游戏组件呢 其实归根结底 都是Unity 帮我们封装好的游戏脚本 而当我们想更深入的调用它们各项功能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自己 创建一个新的脚本 来实现我们的各种想法 而当我们的游戏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的脚本也会作为一个资源文件 储存在我们项目文件夹中 当我们想利用我们的脚本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脚本 拖拽到我们物体上面 或者通过Add Component 来直接添加我们这个项目中所有的脚本 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单击这个问号 就可以跳转到官方提供的API 与我们之前所说的User Manual类似 我们的API呢 也是存在我们的本地硬盘当中的 在这里呢 我们之前所用到的所有的物体组件 以及相关的功能呢 例如Reach Body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API当中呢 来查找到我们相应的各种方法 在我们接下来的第一个专题课程中呢 我们会详细的来讲解 如何有效的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脚本 来使我们的项目呢 真正的活起来 最后呢 我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物体与组件之间的关系 这里呢 是Unity内部最早的组件关系图 可以看到 所有里面的物体呢 都继承自Object这个类 例如我们的游戏的GameObject 而场景资源呢 其实在我们的游戏当中 也是属于Object这个类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项目组件的component呢 是与GameObject 成一个组合关系 一个GameObject里呢 可以有一个到多个游戏组件 其中这一个呢 就是代表的Transform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GameObject 都会有这个component组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一个GameObject里当中 来添加多个游戏组件 由于它们是聚合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物体内的 一个组件 在整个系统当中呢 是一个唯一的 我们的另一个物体呢 如果想用相同的功能呢 就需要添加另一个组件 而底下的Material,Mesh,Texture 以及Shader呢 就可以在场景中呢 实现共享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我们多个物体GameObject 可以共用同样的Material,Mesh 等一些资源文件 而组件文件呢 则是一个GameObject里的一个元素 而我们最后讲的Script脚本 则是继承是MonoBehaviour 当我们的脚本 挂到我们这个场景物体上时呢 我们在脚本中 就可以调用MonoBehaviour的各项的类 来实现我们今后 想要实现的各种功能 好,我们Unity3D基础课程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